我們看題目 三角形ABC當中 AB8 A珠4 B珠6 C珠等於2 所以這邊示意圖 表出來這邊是8 這邊是4 這邊是6 這邊是2 然後我要求這一個長度 那這裡主要是要考虞仙定理 那虞仙定理的形式複習下 就是我要求cos的夾角的值 這個cos的值的時候 三角形當中我可以利用 這個角的夾邊 相乘的兩倍 分支這兩個夾邊平方 和扣掉的對邊平方 好那做一遍 對這個三角形 左邊我現在做 藍色斜線來看的話 AB珠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 這個三角形 把cosB找出來 那同樣道理的話 整個大戰三角形ABC 是不是也可以用 這個公式 把cosB找出來 等於說我的cosB變成橋樑 再把這個位置是 要求的AC找出來 那這邊我設了AC或X 好那沒關係 親不太懂我先做一遍 好用左邊三角形的話 cosB 會等於兩倍的 這個 這個B的角 夾邊分成是8跟6 就是兩倍的8跟6相乘 分支8平方加上6平方 減掉對邊的4平方 所以第三部我要求X 我把這兩個寫在外來 是不是兩個要相乘 那我這邊沒有先分開來算 因為這兩個很多地方可以先約 就把它約掉 所以整理完的話 這邊三嘛 這邊三我把它乘開來 然後繼續往下 好我們把它交到相乘3 乘上這整個的話 變3乘128 減掉X平方 那這邊是乘上去的話 這邊是8還是乘4 好那我兩邊再 約分吧 把3跟8是約掉 把它乘開來以後呢 所以是這部 12等128 減掉X平方 那我們再移項 所以X平方會等於16 那這邊的話 X等於正負4 可是因為我們只需要找長度 所以我這邊只需要4 負的不管了 好所以我直接寫X等於4 OK 所以這裡答案出來 AC答案是4